欢迎收看2月5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小慧 沙拉月前周元首敦泰逸马木 日前因为生病住院 不料近日社交媒体流传一张警方报案指 指泰逸马木被他的外籍妻子杜潘拉加古迪 但人将他强制带出医院 组织医生随后针对此事报警 警方也证实收到这一项投报 泰逸马木的首任妻子杜潘莱拉 在2009年4月29号逝世后 泰逸马木隔年12月就和杜潘拉加古迪结婚 根据医生报案的内容 泰逸马木是于2月3号晚上 被妻子、管家和保镖等人 私自移除身上的医疗器材 再用轮椅推上了休旅车 强制从古境某私人医院带走 沙拉月警察总监拿杜曼查安达证实 警方已经接获投报 目前正援引刑事法典 危害他人安全罪名开档调查 另外根据网媒沙拉月报告的报道 医生和泰逸马木的家属 曾经就带走病人的风险 在医院大厅发生争执 此外院方也表明 在泰逸马木进院时 院方就已经接获 由他的孩子发出的法律声明 只一旦有人要将病人领出院时 就必须通知泰逸马木的孩子们 泰逸马木和首任妻子杜潘莱拉生下的两名儿子 在去年就曾经因为义宗私人公司股权转让事件 向继母杜潘拉加古迪提出诉讼 此事引起了热议和唤然 并在社交媒体发酵 不过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 今天在接受媒体询问时 就以一句我不知情简短回应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为全国63所独钟 送来大红包 今年共获得1890万令吉的特别拨款 这也是政府历年来给独钟最高数额的拨款 相等于每所独钟都可以获得30万令吉拨款 也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陆兆福 今天中午在吉伦坡中华独钟出席 2024年全国华文独钟拨款移交仪式时 宣布了这一个消息 他说独钟一路来所经历的挑战都是非常大 特别是在财务方面 我们知道其他的学校 特别是在一些可能是郊区困难一点 因为我们每一所学校的需要都不同 所以我们建议这个拨款 每一所都是一样30万 他说虽然这笔款项并不算很多 不能够完全解决独钟面对的困境 但至少希望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 他也感谢首相兼财中部长拿督斯里安华 在处理独钟拨款事宜上 马上就签名批准 这也代表了政府对于独钟的肯定 这笔款项已经在上周五会入学校的户头 另外陆兆福早前接受中国报专访时提到 行动党国州议员和地方的马来社区关系良好 为该党在过去几十年来都被对手塑造成马来人心中的魔鬼 是马来人不能支持的政党 陆兆福强调 行动党也很清楚他们的政治基础是来自华社 这个政治的力量 我们一定要守护好来 但是你守护好来并不是代表说 我们不能够去扩大我们的影响力 扩大我们的接触力 所以我们必须要捍卫 或者我们守护我们的基本的责力 当而同时也能够扩大我们的版图 扩大我们其他种族对行动党的接受 所以这个是一个挑战 并不是这么容易能够做得到 另外针对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和宾州首长曹关友的分歧 虽然外界认为他们已经撕破脸 但陆兆福认为两人的矛盾不大 只是做事的风格不同 更提醒大家不要小看曹关友的能力 林冠英也只是以他曾经担任兵州首长的经验 对曹关友的领导提出了批评和看法 这在陆兆福看来是正常的 正在嘉颖监狱服刑的前首相纳多斯里纳吉 早前获得特赦局减刑 引来异路纷纷 首相纳多斯里安华今天在针对着进一步解释 特赦局在做决定时 也将纳吉对国家的贡献纳入了考量中 各套必须尊重特赦局的决定 安华今早在首相署长岳集会说 一般上特赦局都会仔细审视 特赦对象在家庭和这个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为国家服务和做出的贡献 特赦局由此决定是国家元首个人的智慧和人性考量 安华说 根据规定首相有责任将所有的特赦申请提交 给特赦局进行审议 这当中也包括了纳吉的特赦申请 不过安华也强调 特赦局让纳吉减刑的决定 不代表政府开始松懈导致打贪不利 但是问题上是因为我们所长的 相对金所长的 进行真正的 不合理划 不合理划 并绳第二行 跟与其中一项 不合理划 还有尊重特赦局而言 和尊重特赦局者 不是在一下 否许的 但不合理划 民众带 总结束 免败 上来 在ational 安华说,不管他喜欢与否 也不管提出申请的人是敌是友 他都必须接受公平原则和既定的标准作业程序 因为涉嫌发表侮辱彭亨州苏丹阿杜拉的言论 行动党白沙罗区前国会议员潘检委 今天被传召到吴吉安曼警察总部录取口供 警方向他提问了60道问题 也扣押了他的手机电脑做进一步的调查 结束大约一个小时20分钟的录工后 潘检委在警察总部外召开记者会时说 他多次阅读自己所发布的贴文 但并未发现有任何煽动性的元素 因此他不能理解巫统就此号召全国报警的用意 但他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 希望此事能够早日圆满解决 不想浪费警方的时间和警力 来看社会新闻 警方日前倒破了毒美路毒品走私案 逮捕了8名男子 其中3人今天被控贩毒 另外5人则转为污点证人 3名被告阿米鲁阿日哈纳兹里伊斯甘达 马哈迪韩兹 今天被带到麻坡第一推市庭面控 控状指出 3人于今年1月24号饭运82.866公斤甲氨非他命毒品 抵触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推市法庭达利拉与令这起案件展延至4月21号过堂 以等候化验报告 新加坡一名华裔男子林文龙上周五期摩托 从新山前往马六甲时 突然失控撞向铁栏杆 造成头部重伤身亡 不过家属指死者是被一辆罗里撞倒后丧命 但弟弟和在场的两名朋友的行车记录仪 在事发时刚好都处于关机 事发路段也没有摄像头 因此上网寻找目击者提供行车记录仪画面 协助还原真相 这起死亡车祸于上周五中午 在南北大道靠近居卵新邦令经发生 死者的遗体已经被运回新加坡 芙蓉城乡武宫山天师宫 一共216级的梯级成为了芙蓉新的打卡据点 交通部长陆兆福将这个梯级形容为天梯 他昨晚在主持了起用礼后 更从武宫山山下一步一步往上爬 成为沿着阶梯逐步登山的第一人 也是芙蓉国会议员的陆兆福说 这一个具有特色的天梯 使得神庙不只是扮演着华人神庙的单一角色 也兼负着观光打卡区和华人文化中心的身份 配合农历新年的到来 天师宫今年推出了全新的迎春灯会 共有六个主题 各有不同吉祥如意象征的灯饰 迅利的灯饰为百年古煞平天年味的氛围 为了迎接龙年的到来 彭亨文东旧玻璃口财神庙特意定制了 三只高达28尺的九龙大龙箱 必须出动吊车花费四个多小时 才完成了安置工作 这三只大龙箱共有九条龙 栩栩如生非常生动 主席李茂达指出 大龙箱是尽神的物品之一 祈求财神也保佑大家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巴生市议会今天正式升格为巴生皇城市政厅 学州苏丹萨拉福丁殿下 今早十点历龄主持升格典礼 并宣布巴生市议会从11月23号开始 正式升格为巴生皇城市政厅 苏丹殿下也宣布 任命拿督诺莱尼为市长 他也是雪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女市长 巴生市亚罗市打合新山之后 我国第三个皇城市政厅 来看国际新闻 中国自2008年后 再迎来冬季最大范围的雨雪冰冻天气 湖北多地道路交通因此瘫痪 有司机更被困在高速大道的车龙 长达十多个小时 湖北多地遭遇罕见的暴雪天气 除了航班列车延误 高速道路也被封 网络多个视频显示高速大道有众多车辆 长时间滞留 车顶上都是厚厚的积雪 有民众车子没油 也没有食物和热水 饥寒交迫被困大约17个小时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周六也因为受到降水影响 导致许多航班掩误 乘客滞留在机舱内接近6个小时 乘客不获准下飞机 甚至有乘客因为呼吸困难拨打求助电话 中国哈尔滨的冰雪旅游爆红后 吸引了不少人到该处旅游 也包括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周六亲自前往体验了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后 伯恩斯在社交媒体接连发多篇的贴文 更形容此行真正令人折服 中国去年逐步放松了出入境限制 根据当地的研究数据显示 2023年港澳台居民出入境人次 恢复到2019年的81% 但外国人出入境人次只恢复到36% 全国旅行社接待入境的游客人数 还不到2019年的10% 南美洲国家致力临火持续延烧 沿海观光圣地瓦尔帕、莱索和维尼玛尔 都成为了重灾区 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至少112人 还有数百人失踪 是致历史上最致命的森林大火 总统伯里奇宣布 从周二起全国哀悼两天 在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战中 领先的前总统特朗普计划 如果11月再次当选总统 将会升级他任内发起的中美贸易战 考虑对中国制商品 课征60%或更高的关税 不过他也强调 他无意要对中国发动另一波的贸易战 为了迎接龙年 槟城极乐寺耗资超过 180万令吉举办历年来 最大规模的灯会 在昨晚举行的亮灯仪式 万佛光明灯亮起 还有超过20分钟的烟花表演 现场非常热闹 新闻的最后来看看 这一片星光璀璨下的极乐史 我是小慧 我们再会 中美商品 中美商品 将其他一切合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